脂育性皮炎临床表现 礼平皮肤科主任医师 脂育性皮炎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 它的表现可以在头皮上可以有毛囊性的丘斩 再一个就是可以有红色或者黄红色的红斑 上面呢可以有一些油腻性的磷血 如果有些人刺激以后呢 它有时候就可以引起一些慢性的损害 像局部也有肥后性的 这些都是可以见到的 它耗发部位就是头面部 像胸背呀或者是阴部 齐窝 再还有会阴部 就是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部位比较多见一些 脂育性皮炎主要还是靠药物治疗 它这个没有其他的 像现在有时候比较清洁 然后像有肃出呀啥 可以用一些物理治疗 长期骚抓 像胸部呀 齐部呀 可以配合一些物理治疗 专家提示 一 肢意性皮炎表现在头皮上有毛囊性的丘疹 有红色或者黄红色的红斑 有油腻性的鳞屑 二 刺激以后 有时候可以引起慢性的损害 像局部肥后性 三 耗发部位是头面部 像胸背或者是阴部 齐窝 有时候一边要留着 有时候可以把腻椎 放在一边 就能解释